自3月6日指挥中心宣布教室内不再强制佩戴口罩以来 口罩政策何时再放宽 引起民众瞩目 指挥中心决定自4月17日起 实施心意阶段口罩松绑 接下来将介绍口罩解禁新规定 及建议人佩戴口罩的人权 从4月17日起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时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戴口罩 校车、幼儿园、追用车和校园 接补车也不再强制要求戴口罩 改为建议佩戴 户外空间自2022年12月1日起取消全程佩戴口罩规定 室内场所和校园叫室内 民众也可自由选择是否佩戴口罩 但特定场所及运具的室内空间 能需全程佩戴口罩 包括医疗机构、医事机构、老人福利机构 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荣誉国民之家 儿童及少年服务机构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及救护车 特殊需求可例外栽下口罩 指挥中心建议以下情况与族群人佩戴口罩 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 年长者或免疫痂下者外出时 人潮聚集且无法保持适当距离或通风不良场合 与年长者或免疫痂下者尤其是未完整接种疫苗者 密切接触时 搭乘大众运输及特殊运具时 卫医规定佩戴口罩者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70条 可属心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借期未改善者暗次处罚 请大家留意 新闻媒体实地观察后发现 近战 初战与车厢内的民众几乎都戴口罩 少数未戴口罩 采访时民众表示 由于目前确诊的民众还蛮多 即使大众运输的口罩解禁 还是会想再戴一下 被问到如果指挥中心在5月时讨论医疗院所 长照机构一并解除口罩令 会想脱口罩吗 民众人表示 应该还是会继续戴 比较安全 也有少数民众表示 觉得快被疫情融化了 大部分人都难以过有抵抗力 应该就不用再戴口罩了吧 此新闻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网友留言 要搭公社没带到口罩不是跑回家拿 就是便利商店买 他妈有够浪费 我的时间跟金钱 终于 但是我怕你有病我继续戴 呵呵 希望慢慢回到一行前 夏天不想戴口罩 真的好闷 我遇到主管在发疯的时候 口罩底下都一直用嘴型在碎碎念哈哈 老实说我现在出门 没戴口罩还真不习惯 有种忘了穿内衣的感觉 没安全感 还是要戴 烟囱跟汽机车 废气太臭 太好了 昨天看到有人忘记戴口罩 被公车司机用酷音器骂 觉得很可怜 真的很屌 该管的不管 戴口罩管了整整三年 大家对于口罩解禁 但几乎全都戴警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